你好欢迎收看12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卫福部预理医院配合卫福部建长照资源 赐支了1.2亿元在复理万宁院区建置万宁住宿长照机构 而今天上午由卫福部长薛瑞源 以及相关的医疗机构地方局处首长 共同来揭牌启用典礼 而部长表示这不仅是复理箱第一家住宿室的长照机构 也是玉里医院公费养护床完成转型立案的第一家机构 请接牌 卫福部部长薛瑞源 一部会执行长林庆峰 玉里医院院长简宇佳 以及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等多位贵宾见证下 玉里医院首家住宿室长照机构万宁住宿长照机构 接牌启用 中央跟地方很大力的帮忙 所以很感谢部长这次给我们这个经费1.2亿 可以把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养护床的部分把它整修 那这个对我们这个住民还有我们社区的乡亲都很大帮忙 玉里医院万宁住宿长照机构可提供100床住宿长照服务 未来陆续建构包括玉里医院祥和园区 以及寿风吸口园区加总将近1000多个公费养护床 充实花莲长照服务系统的量能 但是我想今天真的回归他们应该有的照顾的价值 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帮助 那我想有这些价值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推动更多更多的政策 更多更多的方案来照顾我们这些个案 让我们这些个案的他最后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动 万宁住宿长照机构不仅是副理箱第一家住宿市长照机构 也是玉里医院公费养护床完成转型立案的第一家机构 早期因为当兵以及工作的关系 与玉里有深厚渊源的卫副部长薛瑞源肯定表示 万宁住宿长照机构的接牌启用 解决地方机构长照服务所面临的困境 今天就是起步的第一章 那一百场开始 那我们希望要陆陆续续 玉里医院的这些机构都能够完保 然后让整个长长体系会更完整 所以至少在这一个案子里 我们同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个公费养无常的问题 然后长照自由不足的问题 那健身变得老化的问题 这些由同时来解决 由玉里医院统筹规划的万宁住宿长照机构 受制对象为精神障碍失能者 以及社区失职病人 除了提供住宿服务之外 也提供多科门诊服务 并搭配附件治疗 为长照住民 打造全方位的医疗照顾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导